想問一下 其實你們都爭取了這麼多年 在這麼關鍵的時刻 在這麼關鍵的時刻 被一些 一起爭取民主的謀言 去說你們出賣香港人 有什麼回應 其實在一段這麼大的政治事件上高 有些分歧 有些爭議 是很正常的事 香港是一個很多元開放的社會 我也是在三十多年來爭取的道路裏面 都會見過很多這種不同的聲音 反對的聲音 甚至是自己人抗議的聲音都有的 我仍然很相信 我聽完他們的聲音之後 我仍然堅信我現在所走的道路是對的 是對民主是有利的 對香港是有利的 是一個新的突破 我覺得很相信 我們這個做法更加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今天是不滿意 今天是責慢我們的朋友 我相信他不久的將來 他們是會改變他的看法 尤其是當一年兩年之後 這個制度付諸實行的時候 很多民主派的朋友都會參與 所以我不是太過擔心 會說有什麼民主派的大事件會這樣 不過當然 今天聽到有些年輕人 動一動用到很極端的詞句 說我們出賣香港 出賣民主 歷史罪人 那這些呢 當然我聽到真的有些深暗 因為我們三十多年來 有一條這麼長的路走過 面對過這麼多挑戰 這麼多的考驗 尤其是在未來的日子裡面 是這麼困難 需要大家互相支持 互相保護的時候 自己人不是用到這麼嚴重的字眼來紮罵你 來攻擊你的誠信 我看到在剛才集會之前 你是主動走到那些示威者那裏 是表達自己民主黨的立場 其實為什麼你覺得有需要這樣做呢 因為我不會迴避 當他見到我和民主派其他朋友 是呼籲一些抗議的口號 要我們和他對話 要我們回應 我們當然要勇敢出來面對 這個是我們的基本責任 無論他是你的盟友 無論是你以前的戰友 或者今天是你自己的對手 就算是民建聯的支持者 當他要你和他對話的時候 只要他肯聽我們說 只要他肯在我們說話的時候 不會由操襲到完全 實際剝奪了你的權利 我們是不會迴避的 所以這點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在一個文明開放的社會裡面 只要是有機會去到對話 有機會給各方面能夠說出他自己的理由 總是不要放棄這個機會 所以這個機會今天我會珍惜 日後都會 日後投票之後 我都會更加走到他們的中間 是不斷再三向他們解說 現在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做 還有是不斷會爭取他們 繼續要團結 走在一起 繼續為共同的目標 來奮鬥 剛才那個區議會方案 你估計政府提出提名門檻 不會太高 但是你心中有沒有有底線 應該是跟現時的提名門檻是相約的 OK 是不是一定是十呢 如果你差很少的 這個可能大家有得談的 不過基本上是要容許 各個黨派是可以參與的 這個是很清楚的 所以我想政府會有說明 我們政府還在商議中 希望有一個清晰的說明 你們之前也簽署了聯署聲明 你們會不會是 他們說你們是違反了 是不是出賣了 我都說了 那個是一個整體的目標 今天有些事情是未能夠成功爭取 不等於我們放棄 更加不等於我們出賣 今天只是爭取一個階段性 有實質性的成果 然後再繼續努力 在這個成果之上 來跟大家一起去抗爭 所以這個怎麼可以說放棄呢 怎麼可以說出賣呢 是不是這個世界上高 只能夠你完全贏了 或者只能夠完全輸了呢 如果好像今天全部否決 又贏了什麼呢 所以我覺得 不要只是意識形態 只是站在道德高地那裡 喊你自己最高的要求 是不能成事 不能夠做到 我們要求 希望能夠達到的一些實事 所以今天我們只能夠 在一個 今天 爭取到一個具體實質的成果 然後繼續努力 黨內還有反對性 你有沒有信息 你怎麼去人稅 譬如中日會議會通過 我們繼續去努力 因為黨內不斷的對話是有的 禮拜六我們已經做了一個很長的一個 黨內的公開的研討會 禮拜一也會有 有辯論 有很多黨員會來發言 我相信 我相信 黨是一個很充分的民主程序 給黨員去表決 我們不同 有些組織只是 可能是幾個執委決定 我們不是這樣的 我們一直以來 在這個大事上高 都是用 黨大會的方法 來等候議員 一人一票 等候全部的成員 一人一票 來表達他的意義 所以我相信 這個 這個 是 縱使是未能夠完全 一致都好 這個也是一個很健康的表現 有不同意見的人 我們是尊重的 如果這次方案通過的話 你會不會爭取 透過這個區議會的形式去擴大 其他各種組別的選民基礎 日後再怎麼走呢 是全部的 民主派的人一起去共議 最重要的是 最後要走向真正的普遍 功能組別 是不應該再存在的 如果 禮拜一那個大會過 過了之後 導致有大批人退黨 你會不會同樣負擔 在這個政治責任前 這個你很假設性 我不相信會發生 我不相信會發生 因為當時 你們會說 黨內會分裂 我都說有不同意見 不要覺得是分裂 我們中國人要改變這種思維 覺得要大一統才好 民主黨不是共產黨 我們不同的意見 我們是非常之尊重 也鼓勵大家表達 好嗎 很多支持者都說很失望 什麼啊 很多支持者 你們的支持者 我不知道你聽了多少支持者說 今天在這裏 有多少人你數不數都給我聽 是不是 那可能今天就是 沒錯 是可能有幾十人在這裏 但是有更多的人 可能是覺得我們對 是覺得我們應該支持 所以呢 如果你只是 在某個時間 是一堆人裏面 只是聽他們的聲音 那你們以為 這個就是代表全香港 又是不對的 所以呢 你看一下中大的民調 差不多六成的人支持我們 你看一下浸會的民調 有七成的人希望 如果有一些具體的改善 希望大家支持 不要再否決 不要再陷入僵局之中 所以這點是很清楚 哪些反應 哪有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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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 完全 平常 和健康 to see that there are you know diversity of opinion within the party it is precisely due to the fact that we allow polarism we allow diversity we allow freedom of expression within the party that we decide that the matter should be resolved by the most democratic procedure namely one person one vote within the party okay so eventually there would be the mainstream opinion by which we should all follow so I think by Monday when the AGM is held a decision will be made this is a democratic decision and all legislators will abide by that decision so you know all these differences will be resolved by democratic means 如果有泛民團體要和你們割席你會否後悔 我不再說了以往當梁家傑去到選2012那個小英子選舉的時候 天天都被人衝 天天被人罵說他出賣民主 但是跟著最近公社兩黨又拍多去到搞公投 所以這個世界不要見到一時的意氣的說話 就覺得這個就是一切 我相信就不是這樣的 但今天在論壇上你連說話都沒得說 那不是 我覺得雖然今天很吵 但我感覺到我說話就算是相當靜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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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